国信乡每年农历年前是蜜枣采收期 但是因为去年的八月份连续豪雨 也造成今年蜜枣的授粉状况不好 因此今年的蜜枣产量也比去年少 农民表示今年的蜜枣只剩往年的三成采收量 但是在品质上跟往年没有区别 因此今年的蜜枣采收可能会提早结束 现议员戴士全表示 今年因为蜜枣造成蜜枣产量减少 但品质上也是维持在水准以上 他呼吁喜欢吃蜜枣的乡亲 要购买优质的蜜枣要趁早来采购 负义长潘一泉表示 国性乡物产丰富 今年国性蜜枣虽然欠收 但是还是有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可以提供民众选择 也欢迎乡亲年节期间 能够来国性旅游 品尝国性优质的农特产品 记者陈伟一国性采访报道